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在台湾的人 算是年轻人 觉得说这就是一个 但是今天 飘洋过好到组合大陆的打拼 再来唱这首歌 真的眼眶会粉 我是全国台起点 常务会长 厦门台商协会会长吴嘉莹 我第一次到大陆来发展 应当算是1995年 相近的气候 相似的语言 让我找到家的感谢 当时也抓住了大陆改革开放的春风 2002年在厦门 投资成立了家好集团 设厂做建厂 这么多年来 建政的大陆经济快速发展 二十几年前 第一次到小山东 到祖国大陆的时候 每一次要签证 就是这一栋大楼里面的 第十二层的样子 十二层 所以说这栋大楼 对我们台湾来讲 是非常有那种情感的一栋大楼 既然在祖国大楼 我们有赚了第一桶金 各方面生活 还有给小孩子的一些的礼品 各方面 我们都会另外去做一些加码工作 所以从那时候 每一年回去家乡过年 所有年纪也好 家里小孩也好 都特别高兴 有忧郁症的人 一定会伴随着恐慌症 那确实那时候 我家的车子 都是好像救护车一样 去读书 这也是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我在繁忙当中放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预态 拿到在写认证的时候 我就问教授还有老师 我是不是这一期年纪最大的 他说我会讲你这一期你年纪是最大的 但是上一期不是 上一期最大年纪的研究生有70岁的 但我觉得到清文大学 开学那一课 我觉得非常感动 也是很多老师教授对我都非常有理议 他总说这个学生 这种大年纪还来学习还是不容易的 能考上也不容易的 大陆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的市场 我的企业也从外销扩展到内销 近十年的发展进入了快速通道 去年公司交易了全世界达7亿美金 这几年我们携手大陆企业 开拓新的天地 形成三循环发展 所以这十年 我除了做建产生意外 还增加了电子零配件的销售代理 融化123产业 能有今天的成绩 还得得以祖国给予的税收的减免 以及进出口贸易的补持 还有包括会台26条 60条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台胞能享受到跟大陆同胞一样的待遇 像2018年我成为厦门第一位 我觉得两岸融合发展 对我们互相观望学习的地方 台湾才有喝茶 我们这边才吃茶 要问说泡茶 其实我最早来厦门的时候 我确实是抱着一种走马看发 一种观光心态到厦门 但是经过一年又一年以后 数十年以后 在厦门不只是我第二个故乡 也是我未来的希望 更是我企业打拼的一个地方 这是很多人都问我说 吴会长 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我刚才讲 我最大的心愿是 怎么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 祖国的投影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最大的心愿是 3500 你想要想能看 周十年三岸的融合体 大家可以出来 in两个星者 甜蜜的融合体 对我来 Orient 产生二十年 或者水 permet 被我切 calorie 运地的 técnica 你也可以 那么